在禁區外傳球 南韓太極虎前鋒曹歸城 抓到好時機頭錘破網不到三分鐘後 同樣是曹歸城又再度進球 成為亞洲第一位 單場兩度用頭錘進球的選手 讓南韓民眾聚集關賽 嗨到不行 就是上個月28號卡達世界盃 南韓對上加納的比賽 但加納過不久 又再進一球以3比2領先 倒數的20分鐘 南韓沒能逆轉吞下敗仗 加上最後南韓可以獲得腳球機會 朱神卻吹哨宣告比賽結束 南韓主帥頒脫氣的大罵 總教練更因此吞下紅牌 今天主席是安森尼泰勒 韓國粉絲很有名的 這個底筒刀 最後的底筒刀刺激 是非常好 不只現場紛紛不平 更有網友湧入主裁判泰勒IG留言 其中居然有個藍勾勾帳號 留下章魚表情 諷刺對方是光頭 原來他是大咖演員柳成龍 柳成龍曾演出既不可失 鮮明角色性格讓觀眾印象深刻 也活躍綜藝 節目上一展幽默 柳成龍過不久後也把張宇留言刪除 道歉說是思慮不周 影帝批評人家外貌惹出爭議 成為比賽外插曲 TVBS新聞趙玉芳尋聽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